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3年元旦 祝法代表吕青龙带领法国侨胞高唱国歌 庆祝中华民国103年元旦 虽然天气寒冷 外国贵宾以及侨胞们依旧踊跃参加 非常高兴 也很感动来参加 今天在中华民国祝法国代表处的元旦胜期典礼 在这里的话 祝福中华民国经济发达 国云昌龙 吕青龙表示 代表处和法国正在进行多项合作计划 包括打工度假协议渴望在今年落实 双边教育合作计划也在推动当中 另外他也向侨胞们分享总统马英九的元旦文告 总统特别说明我们今年是拼经济的年 对我们祝法国代表处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努力 在处理两岸关系 一向是法国人士跟侨胞所关切的 这方面都在继续努力 升旗典礼结束后 祝法代表处也举办午宴 侨胞们聚在一起交流同乐 气氛相当热络 位于美洲的加拿大多伦多 元旦当天只有摄氏零下17度 但一点也不减多伦多侨胞 参加元旦升旗典礼的热情 在国歌与国旗歌的乐圣中 中华民国国旗冉冉升起 象征新的一年到来 新年我是希望能够 因为安省中华总会馆 是我们桥市很多人 所以我会为我们侨胞 为我们中华民国外交 做很多新现象 祝多伦多经文处 以及文化中心的官员也到现场 感谢当地侨胞对于国家的热情以及支持 升旗典礼最后 在侨胞们互道恭喜声中圆满结束 气氛隆重又热烈